在遥远的美洲大陆深处 隐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旅程 揭开土豆、红薯与玉米 从起源到发展的神秘面纱 感受它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 编织出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饮食篇章》 可如果上诉七千多年 回到它们刚刚被人类发现之初 它们解决的可是人类最基本的 吃饱饭的大事啊 距今七千多年前的亚马逊河流域 一支印第安人队伍 在部落酋长的率领下 开始了漫长的北上迁徙之旅 它们顺着亚马逊河一路前行 直到有一天 在翻过一座山头后 苍老的酋长停了下来 人们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 广阔的迪迪咔咔湖 如琉璃般耀眼 高原宁静而祥和 酋长将手中的权杖高高举起 直指天空 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新的家园虽然安全 但是寒冷和贫瘠的土壤 考验着人们的耐力 直到有一天 一些族人发现了一种 生长在地下的食物 第一次的勇敢尝试 立刻让人们喜欢上了它 它的果实口感不错 还能有效冲击 酋长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巴巴斯 以为上苍的恩赐 巴巴斯是什么 当年美洲原住民 找到的这个巴巴斯 可跟咱们今天看到的不大一样 那是纯野生的 个头非常小 大一点可能有鸡蛋大 小一点估计也就是指头 或者是葡萄大小而已 可是当地人就这么着 经过精心培育 一代一代繁育下来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土豆 可是土豆这个东西 放到咱们中国之后 名字叫法 那可就乱了去了 在我的家乡 我们甘肃 包括西南地区 我们称它为什么呢 我们称它为洋芋 到了上海 过去老底子怎么称呼它 洋三芋 洋山芋 要不怎么说 上海老底子当中 有这么三道菜 第一道炸猪排 第二道什么呢 洋山芋沙腊 那个时候上海人家 都喜欢吃所谓的土豆沙腊 可是这土豆沙腊呢 您还得自己 去专门调制沙腊酱 想起来呢 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 而有些地方 比如说到了山西 管它叫什么呢 管它叫做山药蛋 当然人家土豆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 叫做马铃薯 至于说 其他稀奇古怪的称呼 还真的是有不少的 但甭管怎么说 土豆已经成为 咱们餐桌上 跟辣椒一样 常见的一道菜了 但是说真的 土豆它到底该怎么算呢 它算是蔬菜呀 算是主食呀 我曾经为这个事 跟一个朋友 打得不可开交 因为在我看来呢 土豆准确地讲 它其实应该 属于粮食类的 对吧 你看 首先第一点 欧洲人吃土豆的时候 大部分时候 是把它烤了 或者是水煮了 要么做成土豆泥 吃的时候呢 几乎就是不吃其他的主食了 再有 从它的本质上讲 是什么呢 本质上它就是淀粉呢 当然 土豆淀粉的品质非常好 抗性淀粉 我们的小肠不容易吸收 所以啊 您真要减肥 土豆算是一个 不错的主粮替代产品 但是切记啊 指的是白水煮 或者是纯烤 而不是您没事 土豆炖个排骨啊 土豆炖个牛肉啊 高油 高糖 高汁 再加上高淀粉 那样吃起来 减不了肥 一定啊 会让您不停地胖下去的 那说到这儿 土豆啊 它的种植非常有意思 它不像麦子 稻子 要依靠 头一年 接下来的种子 进行播种 它怎么种呢 很简单 过去啊 我们小的时候 这家里一到冬天 存点大白菜 存点萝卜 胡萝卜还得存上一点土豆 好过冬 可是这土豆啊 放的时间长了之后 就会发芽 从这个窝眼的地方 就长出苗来了 大人都说 这不能吃 土豆长了芽 富含浓葵素 吃下去 轻则上吐下馅 种则丧命 所以只好扔了 但其实啊 这恰恰说明了 土豆的一个特点 窝眼但凡能发芽 它就好种啊 看我后面这片地了吗 咱们现在只要有功夫 把这土豆啊 切成小块 每一块上面 都带有这么一个窝眼 种到这土里 过些日子 您就等着土豆丰收吧 距今七千多年前的一天 在完成了收获后 另一场仪式 在部落酋长的主持下开始了 女人们把土豆排在一起 犹如舞蹈般踩踏 挤出里头的水分后 再晒干 它们就成了印第安人 特有的越冬食物 杜塔 有了这样的粮食储备 印第安人再也不用担心饥饿的困扰 直到今天 安底斯山脉的人们 依旧保留着这项古老的传统 这种平淡的美好 延续到了1532年 那一年 西班牙人到达了秘鲁 并摧毁了印加帝国 建立了殖民统治 人们沉浸在淘金的疯狂之中 只有一支西班牙考察队 留意到了这种平凡的食物 并将它带回了欧洲 然而 被印第安人视若珍宝的土豆 并没能入得了欧洲人的眼 在16世纪的欧洲贵族们的眼中 土豆只是来自异域的一种奇花异草 没人会关注它的真正价值 直到1588年 才有一位学者认真研究了它 这是土豆来到欧洲后的 第一张植物学绘图 它的作者是一位维也纳植物学家 克鲁苏斯 他亲自栽培和收获 详细了解了土豆的成长过程 并为土豆绘制了这幅细致准确的肖像 也正是由于有这张图 后来人们才获知 现在的德国土豆品种很可能来自它 克鲁苏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接受这种作物 甚至还愿意义务地帮助一些农民 了解和种植土豆 然而 他所得到的却是冷漠和排斥 随着新航线的开辟 土豆们背井离乡 飘洋过海 来到了欧洲 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冷遇 在南美洲受追捧的土豆 到了欧洲后 却被贬低为魔鬼 关进了黑暗的大牢 地理条件的不是 只是土豆受到冷遇的一小部分原因 文化上的排挤 才是它不被欧洲人接纳的根本原因 在那些高傲的欧洲贵族们看来 这些来自异域山野的植物 长相难看 怎么能摆到他们高贵的餐桌上呢 不仅如此 一些人还发现了 土豆不可食用的另一个证据 土豆在欧洲不讨喜啊 还有这样的原因 那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土豆我们吃的是什么 吃的是地下快精 对不对 但是对于欧洲人而言 没见过呀 他们没有任何一种作物 是使用地下快精的 这在他们看来 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不少人都说 这东西长在地里 不见阳光 还能够长得如此粗壮 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一个邪物 沾染了不洁的气息 是上帝不允许的魔鬼的产物 因此我们不能吃 多么无济之谈的想法 可偏偏在那个时候 欧洲人还就信 另外有一点啊 还有人补充到说什么呢 你看土豆 你把它切开之后啊 放置一会儿 它的表面就变黑了 说明什么 说明它见不得光 更证明了 这是一个邪恶的产物 咱们千万不能碰 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 上学的时候 只要学化学课 老师就会告诉你 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氧化现象 别说土豆会变色了 苹果切开 放时间长了 它不也变色吗 这不很正常吗 做菜的时候 您要防止土豆变色呀 尤其是您做的菜 比较复杂 或者是客人比较多 多做几样的时候 咱备菜的过程当中 切好的这土豆 如果是那种 淀粉含量比较高的 面土豆 您就拿清水给它泡着 保证不会变色 只要接触不到空气 就不会产生 这样的化学反应 因此说呀 无知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因为害怕土豆变色 所以不敢吃 听起来跟笑话一样 但它却是在历史过程当中 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十七世纪初期 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 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 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 霉毒甚至猝死 这种毫无来由的传言 让土豆成了恶魔般的植物 而另一座法国城市 北桑松的市政府 则直接颁布了一道法令 鉴于土豆带来的风险 禁止任何种植 和食用土豆的行为 这种出自政府之口的说法 越发抹黑了土豆的形象 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 妖魔的苹果 远舍重阳来到了欧洲 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 它的价值究竟何时 才能被真正认可呢 和土豆遭受的冷遇相比 同时期 另一个被传入欧洲的食物的命运 显然要好一些 它就是红薯 从二十世纪开始 关于红薯的记忆 总是伴随着种种甜蜜 或甘香的美好 入秋以来 总会有一种期待 埋藏在我们的心底 拔丝地瓜 从来就是被山东和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 深深迷恋的一种特色美味 敏干两省的人们 离不了的红薯粉 更是伴随着各种新奇的调料 让我们爱不适口 成了全国人民的最爱 甜丝丝充满了嚼头的红薯饼 是许多孩子们喜欢的零食 红薯与稀饭的组合 浸透着中国人的日常 但很少有人知道 红薯是如何走向世界 并一步步走向我们的餐桌的 位于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 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 河口之间的这块土地 才是红薯的故乡 这里潮湿 多雨 全年保持着较高的气温 也分布着极其丰富的物种 这些条件 让红薯拥有了一个 奇妙的诞生之地 大约在距今五千多年前 南美洲的原住民们 发现了这种特别的作物 并把他们从野外 带回了部落的周围 开始了种植和驯化 那时 他们逐步分化出了白色 红色和黄色的品种 吃起来也各有特点 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更为红薯走向世界 提供了机会 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 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 带回欧洲大陆后 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 伊莎贝拉 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 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 为此皇家的厨师们 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 口感不错的甜食 这让女王很感兴趣 很快 一种奇妙的说法 在贵族们中流传开来 红薯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 英格兰的草药学家约翰·杰拉德 就曾经在他1597年 撰写的植物学著作《草本志》中 特地描述了这种甜丝丝的植物 他含蓄地写道 无论它有怎样的外貌 都能安慰滋养和强壮我们的身体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特别的欲望 于是红薯因甜蜜之名 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 如果说红薯从西班牙来到英格兰 还只是在皇家花园之间的迁徙 那么真正让它来到 普通百姓田间地头的 还要归功于另一位植物学家 他就是16世纪 欧洲自然科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 卡罗勒斯·克鲁修斯 这位著名的植物学家 创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园 莱顿植物园 克鲁修斯毕生奉献于植物园建设和园艺事业 他发表过最早的西班牙植物志 他的这些学术成果和广泛的人际交往 很快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关注 皇帝盛请克鲁修斯 到维也纳管理自己的皇家园林 克鲁修斯爽快地接受了职位 这可以让他更深入地研究各种植物 跟随克鲁修斯的脚步 红薯也来到了维也纳 克鲁修斯一边摸索红薯的种植方法 一边把这些植株提供给了愿意接受它的人们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 克鲁修斯原本计划让红薯成为欧洲普通百姓们的补充作物 然而实际的推广情况却让他非常失望 种在贵族的花园里的红薯能得到悉心呵护 而老百姓田地里的红薯却遇到了很多挑战 人们抱怨这种作物不易成火 即便有所收成也容易被动坏 此时的克鲁修斯年岁已高 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 就在同一个时期 从南美洲来到欧洲的土豆 却因为更强的适应能力逐步推广开来 17世纪初期 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 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 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 梅毒甚至猝死 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 妖魔的苹果 远舍重阳来到了欧洲 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 可没过多久 一场战争的打响 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 1756年 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 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 持续了七年 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 又经历了七年战争 全国上下粮食短缺 菲特列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 走入了一家农户 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 农户家也没有余粮 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 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 菲特列二世吃完很意外 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 但很管饱 西温农户后 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 而且很好种植 不调土地 菲特列二世意识到 自己发现宝贝了 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 菲特列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 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 此后 虽然布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 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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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科学家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有人认为大厨草和玉米之间 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有人则认为 玉米其实是一种 已经在野外灭绝了的植物 被人类驯化之后产生的农作物 跟大厨草之间没有关系 可是最终大厨草又是如何被确认为 是玉米的祖先呢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 玉种学系田峰教授 长期从事玉米驯化 与分子遗传基础相关研究 他为我们介绍了当年 这场关于玉米起源的争论 这个争论主要发生在 两个科学家之间 一个是曼格尔斯多夫教授 另一个是彼得尔教授 那么最早在1938年 曼格尔斯多夫教授提出了 玉米起源的三元假说 那么他认为玉米 是由已经灭绝的一种 也是玉米驯化而来 而彼得尔教授他认为 大厨草就是玉米的祖先种 他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实验 是在1974年 在墨西哥把玉米和大厨 进行了一个杂交 产生了5万株的一个后代群体 那么他在通过这个实验分析发现 群体里面每500株 就会出现一株像玉米 或一株像大厨草的 根据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学的定义 他推测确实存在4到5个这样的基因 控制大厨草像玉米的 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在前辈科学家们的科研基础上 田丰研究团队进一步深入解析 玉米的重要农役性状驯化和改良的遗传基础 并且他们还从大厨草中 研究可能被丢掉的优良变异品种 用于玉米的育种改良 这个是玉米的祖先种 叫做大株草 那么它是9000年前 是分布于墨西哥西南部的一种野草 它结的种子像这样一个形态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坚硬 由外壳所包裹的 通过这个9000年的一个驯化过程 我们看到了现代的这样一个黄山灿的 脂粒非常大的玉米 栽培玉米的种子已经裸露了 我们可以直接地食用 那为了研究这样一个进化过程 是如何发生的 那我们通常是将这个大株草和这个玉米 进行一个杂交 那么在后代呢 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分离的一个形式 呈现不同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棒子呢 更多地携带了大株草的精主 很少地携带这个玉米 所以它长得更像这个大株草 那这个呢 更多地携带了这个玉米的精主 很少地携带大株草 更像的玉米 那么最终呢 我们会看到更大的玉米棒子 就像我们现在广泛种植的一个状态 大株草历经千年之久 从枝叶繁茂的杂草 进化成了高大挺拔的玉米 它的子力逐渐饱满 改变了当初的模样 那么是谁发现了这个神奇的物种 并把它带进人类的世界呢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 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蛛丝马迹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考古学家们对玉米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探索 他们陆续在墨西哥地区 以及巴尔萨斯河流域 发现了大量的玉米残骸 以及玉米遗存 经过研究他们发现 这些出土的残骸 是一些经过不完全驯化的玉米 而这些古老的玉米植物遗存 距离现在已经有六千三百余年 从考古的蛛丝马迹中 学者们发现 最先种植玉米的人 是美洲的古印第安人 早在农耕这会初期 中美洲墨西哥地区的古印第安人 就已经懂得并学会栽培野生植物 这为他们发展出城市 乡镇和文明奠定了基础 这片位于墨西哥的沃土 成为了玉米文明的摇篮 让它得以从早期的小玉米 演变成果碎硕大的 现代玉米品种 在这条蜕变之路上 它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古印第安人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 开始种植玉米 并逐步加深认识了 玉米生长发育和变异的规律 控制玉米的无效生长 提高玉米的产量 但那时候的印第安人 并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遗传学 它们只是从果碎外形上 对玉米进行选择 原则就是果碎硕大 颗粒饱满 渐渐地 经过驯化的玉米 长成了它们喜欢的样子 玉米也渐渐称为古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 便于种植的玉米 让它们收获了丰收的喜悦 使它们免于饥饿 安心度过充满未知的年月 也让它们对玉米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这玉米现在已经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小的时候哪见过这么多玉米的品种 您看看 这就是所谓的玉米笋 过去我可真不知道 这东西可以吃 那都得上大学之后了才见过 哦 原来老包米棒子还可以这么吃呢 剪嫩的时候给它摘下来 还能做成菜 没想到 而且当时还特别流行松人玉米 也难为我们导演了 还能找到这道菜 怎么没松人啊 反正我那个时候特别讲究吃这道菜 还有一个什么所谓的西湖牛肉羹 反正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餐馆里头这道菜一定是必备的 再加上一个西湖牛肉羹 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 再有一种玉米食品呢 那真的是让我觉得时代变化太快了 这就是被密封包装起来的这种玉米棒子 放到微波炉里啊 叮当一响 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小时候哪有这个呀 基本上都是到了秋收的时候 由老乡开始摆摊 卖啊还没有包去叶子的玉米棒子 每到这个时候家里就会买上十几个 放到高压锅里加上水 这么一闷 过个二三十分钟打开盖 您就吃去吧 满屋子都是一股玉米的清香 那么玉米除了这些吃法之外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超市的主食厨房里 见到的窝头还有发糕 那你看这发糕一看就不正宗 是典型的掺了白鱼面的 我小时候吃那发糕呢 都是切得四四方方的 怎么切的呢 因为是一大笼屉挣出来的 你只能拿刀给它划开 用上饭片粮片才能够买上一块 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发糕 因为它很甜 里面会放上糖精 但是家里的长辈呢 往往不大愿意吃 为什么呢 按他们的话说 在他们小的时候 市面上只有粗粮 粗粮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玉米面 拿回家做成窝头 每顿饭一人俩窝头 配上一大碗凹白菜 就算是一顿好饭了 但是当年那玉米面 可跟今天的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 第一比较粗 第二放的年头久了 是晨凉 吃到嘴里没有一点新凉式的清香 倒是一种啊 嚼木头渣子的感觉 而且颗粒非常粗 拉嗓子眼 咽不下去 那家里大人的话说 一辈子不吃都不会再去想了 我们那个年代啊 这棒子面除了做这些东西之外 还会做成面条 您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我们叫做钢丝面 可是玉米面不容易粘到一块 怎么办 高温高压生生挤成形 为什么叫钢丝面呢 那没有好牙口 真嚼不断 但是挺好吃的 就是现在啊 吃不到了 说起来呢 最开始印第安人 发现玉米的时候 其实它的个头也不大 而且呢 那上面的颗粒排列呢 也是歪歪扭扭 但是每一颗都恰到好处的 跟周围几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有人说啊 当时的印第安人 不仅仅是开始选于玉米 并且从玉米颗粒的排列过程当中 学习到了一种建筑 学习到了一种建筑方法 展现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比较有名的就是马丘比丘 我们现在呢 去不了那儿 但是可以网上看到视频或者图片 你就会发现 那些大石头切割完了 雷起来的高墙 排列看啊 就像是玉米颗粒一样 当玉米作为主食 陆续出现在欧洲人的餐桌上时 在遥远的亚洲大陆 人们已经开始享用上了红薯 那么红薯在中国的传播之路 又是怎样的呢 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 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 带回欧洲大陆后 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 伊莎贝拉 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 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 为此 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 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 此后 各种红薯的美食 在欧洲各地陆续诞生 红薯因甜蜜之名 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 1565年4月 西班牙人入侵了吕颂之后 开辟出了定期从马尼拉 到墨西哥南海岸的太平洋航线 伴随着全球贸易航线的建立 西班牙人一方面攫取了大量的财富 而另一方面 自觉或不自觉地 又把原产于美洲地区的一些植物品种 带到了亚洲地区 红薯就是接触这样的贸易 来到了整个亚洲地区的 此时的吕颂 由于稻米的种植面积有限 人们经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西班牙人带来的红薯 很快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与南美相似的纬度 多余而潮湿的气候 都立于红薯的成长 即便被随意地丢到土地里 他们都能依靠强大的生命力 迅速地生根繁衍 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座岛上的很多地方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红薯很快融入了 旅送人民的饮食 当地的原住民们 会将红薯烤熟后 加上微辣的调料来食用 而孩子们最爱的 还是把蒸熟或烤熟的红薯 蘸着蜂蜜吃 正如一位往返于 吕宋和中国的商人所见 红薯在吕宋 很快就生根繁衍 当地人随处攫取 以弥补稻米不足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让这位商人 萌生了一个念头 从此 红薯登上了更广阔的新大陆 陈振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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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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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薯在秋后大获丰收 缓解了粮食短缺之苦 不少地区成功度过了这次天灾 从此 红薯在福建各地广为种植 普及到了家家户户 十六世纪中期以来 福建连年灾害 饥荒不断 这也加快了红薯的推广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红薯深深地融入了百姓的日常饮食中 地瓜粥成了百姓们离不开的家常饭 生病时来一碗地瓜汤排毒卸火 红薯粉胡化速度快 粘稠度高 用来包裹各种美味 绝对是首选 大家喜欢的福建点心小吃 虾滑鱼丸 就是在食材的外面 裹上一层红薯粉 有了它 吃起来才会筋道顺滑 南方的经典小吃 海利煎 则是把红薯粉和海利蒜苗 搅拌成户后 油煎出来的 红薯粉把各种味道元素 灵活地包裹起来 也让福建人的饮食文化 有了一种特色 因此也有人说 红薯已经融入 每一位福建人的心肝脾肺 造就了福建人 打不垮的红薯体制 公元1511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在这一年之后 来自美洲地区的各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倍 również注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雇角 提到 margins 聞聞看 tons 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这种新奇的做法赞不绝口 并在专栏上给予推荐 从此 这家饭店有了一道新的招牌菜 油炸土豆薄片 为了方便顾客携带 他们还做了特别的包装 这种小吃很快 风靡了全世界 19世纪以来 新的品种不断推出 各种土豆美食也层出不求 就在这个阶段 一个坏消息 却给人们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 土豆的确是有毒的 1918年以来 一位名叫威林莫特的英国法学博士 留意到了接连不断的离奇案件 伦敦郊区的一户人家中 一名五岁的男孩 在吃了土豆后 突发严重呕吐而死亡 一个小镇里的一家人 也在食用土豆后 发生了类似悲剧 这位法医至少记录了 12起这样的事件 为了破解这些案情背后的谜团 威林莫特与两位植物学家联手调查 最终锁定了幕后元凶 他就是土豆中的龙葵素 土豆究竟会在何时产生这种毒素 它又会产生怎样的毒害呢 为此 我们请教了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的土豆专家 何谓研究员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个发芽的土豆 发芽了以后 它表皮形成一个绿色和青色的色彩 这就因为它发芽或者见光了以后 这个带着这个色彩的话 只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生物碱 或者龙葵素 这个的话是对人体是有害的 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具体的检测龙葵素 这种生物毒素的一个过程 这颗土豆重达259克 经历了三天的发芽期 实验员将整个土豆搅拌打碎 提取其中的物质 那么发芽的土豆里 究竟有多少这种致命毒素呢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检测结果 通过检测发现这个龙葵素的含量 是超过正常值的 所以这个四年上的话 现在有这个发芽的变率就不要吃 最终的结果证明 这颗发芽的土豆中含有超过158毫克的龙葵素 这样的毒素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出现恶心 呕吐乃至腹泻等中毒症状 专家提示我们 简单的处理并不能有效去掉龙葵素 因此不要使用发芽的土豆 20世纪初期 正是在揭示了这个真相后 人们才对土豆发芽警惕起来 当土豆中的龙葵素在英国为非作歹时 玉米却在北美洲混得风生水起 1914年的时候 北美洲每公顷玉米的最高产量 可以达到7000多千克 这在当年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但正当这时 北美洲社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少吃玉米 最好别吃玉米 因为吃了玉米之后 你很有可能会患上一种可怕的疾病 赖皮病 这种疾病开始出现的时候 先是人的皮肤上出现非常对称的红斑 往往是左边出来之后 右边对应的也会长出来一块 慢慢地就开始有了烧灼感的胶痛和水泡 随后皮肤表面就会变得像鱼鳞一般粗糙 这时患者还会伴随着舌头的肝红 眼睛的肿胀诸多症状 严重地可能会精神失常 最终导致死亡 可这个病和玉米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 19世纪末时 科学家发现 赖皮病是跟着玉米走的 在欧洲玉米种植区 这种疾病曾经夺走过不少人的生命 现在 它远舍重阳来到了北美洲 这种疾病又流传开来了 1915年 北美洲有数万人死于该病 很多人都保持着和欧洲人一样的看法 那就是 谁吃玉米 谁会得这种疾病 1937年 生物化学家康纳德·埃尔维耶姆 通过动物试验最终证实 这种怪病由于膳食中缺乏某种营养素所致 并非细菌感染或毒素中毒 可到底是缺什么营养素呢 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 埃尔维耶姆开始在狗身上做实验 它为狗吃了大量的玉米 进行实验对照 当狗患上赖皮病时 它们的舌头会变黑 而埃尔维耶姆 给狗提供不同的食物提取物 并查看哪种提取物 可以帮助狗从黑上 为了负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西爽版纳 地处热带北部边缘 雨量充沛 阳光充足 这里种植的糯玉米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它们的使用方式也最为简单 架起火炉 大锅内加入少量的水 将新采摘的玉米 五到六个扎成一把 直接蒸熟 吃起来黏软清香 鲜美的口感让人陶醉 玉米环游世界百余年 变身出糯玉米 而此时一位传教士的出现 又将这个玉米新品种 带回到了玉米的故乡 美洲 此后 玉米的品质 以及它的营养价值 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 玉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和膳食纤维 不但可以刺激胃肠蠕动 防止便秘 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 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 玉米从每周 传播到全球各地 成为人们饮食和文化支柱 玉米的口感 淀粉含量 甚至气味 弥漫在每家每户 人们获得美食的满足感 都包含在玉米中了 同样都是来自 美洲地区的农作物 红薯虽然没有像玉米一样 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 但是它在我们遭遇了 饥荒的关键时刻 依然是不可少的救火队员 可以解决老百姓们 基础的温饱问题 而今天伴随着科学家 以及诸多学者对它的改进 它的甜蜜依旧 而花青素 维生素A等营养更加丰富 红薯依旧是我们中国人 餐桌上不可分离的美好食物 土豆品种的丰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土豆、红薯与玉米 这三大碳水化合物的瑰宝 自远古的美洲大陆起源 历经数千年的培育与传播 已然成为全球饮食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球饭 原道发展的历程 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 是农业技术进步的辉煌成果 也是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载体 它们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餐桌 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文明的进步 更在全球化的今天 继续发挥着连接不同地域 不同文化的重要作用 展望未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 土豆 红薯与玉米 将继续以更加多样更加健康的形式 为人类的饮食生活 增添更多的色彩与活力 一片神奇的叶子 一枚红色小浆果 一杯醇厚的乳液 跨越时间之旅 风味永存 牛奶 咖啡 茶 千百年来 人类为何对它们宠爱有加 叶马克技史 掩掩心动 将其不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